花蓮佳福中心5号举办了好家在有你爱传承的后援团体联合交接及感恩餐会 分别有福佑委员会志工团体社工来宾将近300多人齐聚一堂 透过交接和续任仪式象征着要继续把爱传承下去 为弱势来努力 花蓮佳福中心5号中午在永丰火海鲜餐厅举办了好家在有你爱传承 后援团体联合交接及感恩餐会 分别有福佑委员会志工团体社工来宾等将近300多人齐聚一堂 活动一开始就由家福所陪伴的孩子组成的JF舞团进行精彩表演 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随后则进行交接与续任仪式 象征着要将爱传承下去 持续为弱势来努力 我们每一年其实在过年前或过年后 我们大概都会办一个所谓的感恩餐会 主要就是要谢谢我们的后援团体 我们的委员会 我们的志工队一年以来协助我们花蓮佳福中心 做抚佑业务的推广 那今年更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每两年一次 会有我们后援团体主任委员 或者是会长队长的交接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交接 那另外就是要谢谢在我们年后 做一个存久的部分 然后跟志工一起同欢 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瑶及中心主任石正言 手持火把走进会场 随后紧接着出场的是新酒任的主任委员 以及保姆志工队 文妈妈服务队 还有花蓮家福之友会等等 象征把爱延续 也聚集温暖 启动新火相传 交接仪式 继续能持续发挥影响力 协助花蓮家福中心 关怀照顾更多需要被照顾的家庭 记者徐立芹 加一箱报导